2018年还是流行初恋裤,其实就是背发裤,它有着简陵又青春的气息,总给人很多甜美的回忆,因此命名为初恋裤,搭配对了它好看,喜欢这种搭品的姑娘们跟着看看哦,牛仔蓝色初恋裤将唯一搭配衣。 2018年还是流行初恋裤,这款牛仔蓝色的初恋裤,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了吧,说不定你的衣橱上还背上了三五条了呢?哈哈,背带的款式,穿妥帮便还很简令,深色的牛仔蓝色,看起来比浅色的更显瘦的呢? 扩腿的版型,穿上身妥妥地脏肉浅瘦,再加上九分的裤衩,更显高了,内搭白色卫衣,让你的造型休闲又时尚,真的很好看。 鸽子初恋裤加黑色毛衣搭配二,这是一条鸽子元素的初恋裤,隐藏着满满的小英伦风气质的呢? 2018年还是很流行的呢,小背带的设计,穿脱方便,还可以两穿的啊,放下来的时候,增添了随性休闲的感觉,背带的时候,很青春也很知性优雅的优,扩腿基本酷型,小鸽子都很适合的,穿上身显高又显瘦,内搭黑色毛衣,百搭简瘦又好看,脚踏一双黑色的小皮鞋, 让你的造型多了几分帅气感和文艺发,黑色哈伦初恋裤加绿色衬衫搭配三,2018年,流行的黑色的初恋裤,很概念很知性的感觉,哈伦的版型,对于粗腿的女生非常适合,显瘦效果真的不要太好了,高腰的设计,可调节的,背带款式,穿上身真的太好看了,还显瘦显高,内搭绿色衬衫,很清新, 也很时髦,进行青年文艺少女气质,牛仔黑色初恋裤加T恤,搭配,在初恋裤的搭配上,这一关是最简单,最摆搭的啦,黑色牛仔初恋裤,是不会过时的哦,也是2018年流行的初恋裤款式, T高腰线的版型设计,穿上身可以巧折你的小肚腩,展示出高腰的效果,非常的显高好看,直筒的版型,九分的裤长,更是显瘦了,还很显高的呢,所以内搭T恤就可以了,整体造型超简令,2018年还是流行初恋裤,搭配对了它好看。